各位曲博Facetime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很高兴今天又到了我们美洲 来跟大家谈科技新闻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谈的两个科技新闻 最近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 记得一个是关于我们的记忆体 一个是关于我们的脸部侦测 这个3D的镭射 那么喜欢我们曲博Facetime的观众朋友 记得替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好那我想我们现在赶快来看看 这个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两个新闻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科技新闻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雷射 我想雷射比较简单 我们先看雷射 那么2019年手机的3D感测 会进入市场的成长期 那Vixel的残值 勇望达到11亿美元 各位这个图其实画得很好 我刚刚看到这个图也觉得很有趣 我们的这个3D影像感测 脸部 脸部的侦测呢 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各位看到这个图其实画得很好 就是一个雷射光呢打出来 那么呢实际上呢 它是利用一个微小的透镜呢 透镜组呢 把这个雷射光 分散成3万个点打在这个平面上 那么呢 这3万个点呢 反射回来这个iPhone的时候呢 因为人的脸呢 有凸出来跟凹进去的地方 所以呢反射回来的点呢 位置会偏掉 那位置偏掉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演算法 去计算这个点偏掉之后的位移 来反推使用者脸部的3D立体结构 这个深度啦 因此呢这一种方式呢 我们把它称为结构光 我们把它叫做StructureLine 那么呢关于StructureLine的这个原理呢 我们可以呢看一下 在我们知识力的平台上呢 各位只要打这个 FaceID 其实它叫做FaceID 应该就可以找得到 在这里 那FaceID的原理呢 这边有提到 各位看这个图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雷射光 或者是一个这个发光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用的是一个数位光源处理器 我们叫DLP也可以 那iPhone用的不是 iPhone它呢用的是一个雷射光 然后用一个透镜呢 应该说用一个 三万个微小透镜 透镜组的一个 这个光学的这个透镜组呢 把它分散成三万个点 各位看这个图 因为人的手指是突出来的 所以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线条呢 本来是直的 变成弯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线条 弯曲的程度 反射回来 侦测这个弯曲的程度 来反推这个手指的立体状况 那同理呢 如果你打三万个点 那这个点呢 因为你的手突出来 反射回来之后 这个点也会偏掉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偏移的位置 来反推 这一个手的深度 的这个立体结构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Face ID的技术 这个是用在 苹果的手机上面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新闻 那接下来呢 这个新闻有提到 他提到呢 这个根据TradeForce LED的研究 LED Insight 他研究红外光市场的报告指出呢 这边特别提到 3D身形用的这个光呢 因为不能让肉眼看见 所以他用的是红外光 在2019年的 智慧型手机的整体出货量预估 衰退的情况下 手机品牌厂 下半年的旗舰机呢 就会有规格竞赛 那么3D感测模组 是其中很重要的配备 预估2019年呢 手机的3D感测器的 这个Vixel的产值呢 会达到这个11亿美元 那我们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的手机做3D感测 目前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呢 手机对着人脸做3D感测 我想这个Face ID已经在用 不过目前看起来 各家手机常用的还不多 目前主要还是iPhone在用 另外一个3D感测呢 是手机的背面的这个 我们一般拍照用的这个sensor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个手机以后拍照呢 也可以拍立体 所以各位注意 一个3D是用在正面 一个3D是用在手机的背面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目前看起来 利用刚刚说的这个structure light的这一种方式 去侦测这个立体的3D结构呢 它的侦测距离会比较近 那么它的精确度会比较高 那因为距离近 通常呢 大概是在这个30公分左右 50公分到30公分到50公分 那么呢 它的精确度是高的 当这个距离呢 拉到3公尺到5公尺的时候呢 你要用这个物体 这个条纹的偏折状况 来判断这个深度 就会误差变大 因此呢 如果是超过1公尺的 你要判断深度的话 一般我们就会用上面这一种 我们把它称为TOF的方法 所以各位特别注意 这个structure line呢 这一种方法呢 是用来侦测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的这个深度 那这个精确度会比较高 但是呢 如果你的距离是大于1公尺的呢 用structure line呢 它的精确度反而变低 这个时候呢 要用上面这一种所谓TOF OK 那TOF的原理呢 更简单 它是用一个雷射光 打到这个人脸之后呢 反弹回来 那这边反弹回来 这边反弹回来的距离 跟这边反弹回来的距离不一样 那各位知道 距离会等于光速除以时间 乘以时间 乘以时间 所以因为我可以侦测 它来回的时间 然后我也知道光速 那当然就可以算出距离 OK 那再回到刚刚的新闻呢 各位要记得 因为这个人脸辨识呢 因为这个人脸辨识呢 它的距离大概就是 30到50公分 所以是用结构光 但是呢 用在手机背面的数位相机拍照 那么常常你就会超过1公尺 各位想一下 我们平常拍照 超过1公尺是很正常 所以呢 它用的就会是TOF 所以这两个方向呢 用的侦测器呢 会是不一样 那么 刚刚的文章里提到的这个Vixel呢 是一种镭射 是一种镭射 那 各位呢 在我们的平台上呢 也可以很简单的就查到 什么是Vixel镭射 那Vixel镭射呢 我们这边有特别介绍过 特别介绍在这个 镭射二极体这个地方 特别介绍这个Vixel镭射 它是一种面色型镭射 它基本上呢 呃 是在这个 生化家的晶圆上呢 直接涨 几百层的这个N型跟P型 还有发光区 然后上下用金属 让这个光呢 在上下的金属中间共振 然后呢 从正上方的这个孔呢 发射出来 它的光场是正圆形 那这种Vixel呢 可以利用这个晶圆呢 做出非常大的数量 来使用 那Vixel呢 它其实 已经发明了将近20年了 不过呢 它最大的缺点是呢 它的这个功率比较低 功率低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办法打很远 所以呢 这种镭射呢 拿来应用在手机上 就很合适 但是如果你要拿它来应用在 自动驾驶车的这个侦测 那因为距离比较远 就比较难 比较难 技术上呢有困难 那还是可以克服啦 但是呢 这个难度比较高 OK 所以我们来看 那么呢 呃 除了苹果 iPhone 全面搭载脸部3D辨识 这个记得 各位这个叫结构光 包括三星华为 Sony也规划在下半年的旗舰机 要搭载后镜头的3D感测 那么2020年呢 预估有10款高阶手机会用3D感测 部分机种会扩大到后镜头采用 那什么叫后镜头呢 它这边解释 Vixel的厂商积极开发后镜头的TOF方案 然后各位有看到 TOF 对不对 所以各位记得这个所谓的前镜头指的就是用这个叫结构光 那么后镜头指的就是这个方向用TOF 那基本上呢 TOF用在后镜头呢 这已经很成熟了啦 呃 严格讲照理说今年的iPhone就应该要放进去 不过看起来今年好像还没有 但是不会太久 不会太久 简单的说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最近的手机已经没什么特色 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玩了 因此呢把TOF放进去 恐怕就是下一步非做不可 那么目前用于消费市场上的3D感测方案呢 为结构光跟TOF 非磁测距 这个是前镜头 这个是后镜头 结构光是用图像图案成像 它的深度的准确性呢 比较高 各位特别注意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要注意哦 它的前提是距离不能太远 然而它的缺点是成本与运算复杂性高 这个也对 因为它要用演算法去算 所以呢它的复杂性比较高 专利是由苹果掌握的 OK 所以呢专利比较难突破 Face测距的精确度和深度呢 不如结构光 但是反应速度快 辨识的范围也更有优势 这个指的大概就是距离比较远了 那么Face测距分为前镜头跟后镜头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呢这个Face ID 也可以用Face测距去做 那精确度比较差而已 所以它说可以分为前镜头跟后镜头 那么前镜头成本相对较高 后镜头呢 则需要功率高的Vixel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后镜头要超过一公尺嘛 所以那个Vixel 功率就要比较高 我刚刚有解释 Vixel的功率 不够高啦 那Anyway 你就要想办法用高功率 目前主要Vixel的供应厂商 就是Domantan Venessa Othron 这三家旗下的这个 这两家公司 文贸也有 洪杰科 这是代工啦 还有这一家 OK 所以我想这个Vixel的技术呢 主要其实还是掌握在国外的厂商 那么Android阵营呢 积极切入Vixel 那么 2018年呢 有多起并购投资案 那么厂商呢 乐观的看待Vixel的市场需求 2018年 苹果的iPhone 全面导入3D感测 并且呢 应用在脸部辨识解锁 吸引了很多呢 这个Android的非平手机厂商 小米、华为、OPPO 研发跟进 不过呢 因为3D感测瓶颈高啦 而且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Android阵营的发展速度不如一曲 确实 iPhone出Face ID已经一年多两年了 但是呢 这个主要还是只有iPhone在用 Android很少 随着3D感测市场的兴起呢 3D感测不再单纯只做脸部辨识解锁 会进一步延伸成立体景物的辨识 它指的就是后镜头啦 后镜头要拍照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3D做这个模型建构啊 扩增实际 说是这么说啦 但是严格讲起来 这个手机后镜头加了TOF 其实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噱头啦 这种功能在实物上呢 真的是有用 但是呢 用到的机会是不是很多 这个就不一定 那么这个Trainforce 最新的红外线感测应用市场趋势 报告里面针对红外光的LEE 红外光的雷射 包含Vixel跟EEL 这个EEL呢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边射型雷射啦 就是各位看这个图 这种就叫做Edge Emitting Laser 从雷射晶片的侧边射出来的 这一种我们把它叫做EEL 边射型雷射 边射型 这种雷射呢 比较成熟 这个比较久了 比较成熟 功率比较高 那Vixel叫做SEL 叫做面射型雷射 这个是从上面发射 所以这两个雷射特性不一样 那么呢 用在生物辨识啊 自动驾驶啊 光达 光达就是利用雷射光来做雷达啦 的市场 会更精辟 更精辟 OK我想这篇文章 其实大概是把Vixel 目前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那未来呢 这个雷射的用途一定是越来越多啦 尤其是Vixel这个雷射 会越来越成熟 那慢慢的这个雷射呢 的市场会成长 那么边射型雷射的市场呢 就有可能会被取代 慢慢的取代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主要是因为这个雷射 还是有它的优点 所以不可能完全取代 它的这个功率高 这个特性呢 短时间Vixel就不容易取代 所以各位看这个图 看得出来 这个叫边射型雷射 所以这个雷射精力呢 要立起来垂直的 要把它立起来 才能从边边发射 那这个晶片呢 是直接躺在这个座上 基座上 就可以发射 这两个是不一样 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是呢 各位看哦 这个边射型雷射的侧面呢 是椭圆形 所以这种雷射 发出来的光是椭圆形 那这个Vixel呢 它的光是从正上方的这个圆洞 发出来 所以它的光场是正圆形 所以呢 这个Vixel它的特性是比较好的 光学特性是比较好的 OK好 那我想刚刚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介绍了 这个Vixel的市场现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很简单来看呢 三星呢 又有惊人之举 他们在做记忆体呢 真是越做越疯狂 有136层的垂直Name Flash 这个已经这个这个推出了 这个不得了 这个以后的这个记忆体 越做越小 然后容量是越来越大 非常恐怖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新闻呢 是我们的这个科技材 就是缓业资讯4 他提到三星电子呢 开始量产136层 第六代的Vertical Name Flash的SSD 各位知道SSD是指固态硬碟 Solid-State的这个Device 那固态硬碟 其实说穿的就是快闪记忆体 它不是什么硬碟 那这个只是因为我们这样翻译 那么这个Name Flash呢 是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这个知识力网站上有特别介绍 这个Name Flash呢 它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快闪记忆体的结构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电晶体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在这个电晶体 各位还记得电晶体有圆极Source 有极极Drain 跟中间这个所谓的Gate 杂极 那么呢 电呢是从左边的圆极流进去 从右边的极极流出来 但是这个是电晶体 但这边我们讲的不是电晶体 我们这边讲的是Flash 所以呢它的原理不太一样 它呢基本上呢 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杂极呢 有一个特殊的结构 这个灰色的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Tunnel Oxide 就是要被穿透的氧化系 所以它是绝缘体 上面这个绿色的呢 叫浮动杂极 它用的是多金系 记得喔 系所以它电子是可以跑到这边的 那上面呢 这一个是一个叫做Gate Oxide 叫做杂极氧化系 那么最上面呢 这个叫做Control Gate 叫控制杂极 所以呢 这个Flash呢 它比较特殊 它的杂极有两个绝缘体 一个叫做穿透氧化系 一个叫杂极氧化系 OK 这个时候呢 你加一个高电压 譬如说12伏特 各位记得Flash呢 它存取资料必须用高电压 那这边所谓的高电压 大概是大于10伏特 那为什么大于10伏特就叫高电压 一般的电子元件呢 大概就3.3 1.8 1.2伏特 那12伏特 以一般的这个IC的这个处理器的角度来看 算是高电压 高电压 这个时候呢 用一个高电压 把这个电子呢 强迫这个电子呢 从这个地方原集流进去 然后呢 从这个穿透这个氧化系 跑进这个浮动杂极 然后被trap 被 被这个储存在这个浮动杂极里面 各位注意哦 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位元 这样就是一个bit 各位它是储存元件嘛 所以这样就是储存一个0或一个1 你把这个资料写进去呢 它基本上呢 就会 这一个 电晶体呢 的杂极呢 就有电压 这个时候呢 假设它代表1 那么你呢 只要用这个高电压 从这个极极呢 加一个高电压 把杂极的这个电子吸出来 让杂极清空 没有电子代表0 假设啦 假设哪一个代表1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利用杂极 浮动杂极 有电荷代表1 没有电荷代表0 所以呢 这种记忆体呢 就是 用高电压写入 再用高电压把电子吸出来 这个就称为 快闪记忆体 那么快闪记忆体呢 跟 我们用的这个Double E-Prom 其实它的构造类似啦 那唯一的差别是呢 这边有特别提到 它呢 必须是大区块 也就是一次呢 是 一个KB 一个KB 去抹除 这一种就把它叫Flash 叫快闪 所以快闪的意思就是 我一个记忆体 各位知道一个快闪记忆体 容量很大 你抹除的时候 不是一个bit 一个bit抹除 而是一个 几KB 几KB 去抹除 就几千个这个 一次把它抹掉 这个叫做快闪 所以各位要记得 这个Flash 不是指闪光灯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其实是指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很多个位元 一个瞬间一次抹掉 那么一般我们讲的Double E-Prom 它是一个bit 一个bit去抹 这个其实速度上就有差啦 有这个差别 OK 那特别提一下的是 传统的快闪记忆体呢 是使用多晶系 各位特别注意 就是绿色这个是浮动杂集 是多晶系 那么后来呢 这个由于多晶系呢 储存电荷的效果不好 所以后来厂厂厂商就用氮化系 Silicon Nitride的薄膜 来取代多晶系 做浮动杂集 它的工作原理跟快闪记忆体相同 但是有别于传统快闪记忆体 所以把它的名字换成叫做电荷储存式快闪记忆体 就所谓的CTF Charge Chip Flash 我要再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CTF呢 跟传统的Flash根本是指同一个东西啦 只是因为厂商呢 他为了要强调他的技术呢 跟传统不一样 所以呢把名字改了 所以各位看这个图 你会发现跟刚刚的图完全一样 那差别在哪呢 差别在这个原来的多晶系这个绿色呢 被改成淡化系 Silicon Nitride 所以它的结构就变成了最上面是系 多晶系 这个是氧化系 这个淡化系 这个是氧化系 这个是氧化系 最下面又是系 所以这个元件呢 我们把它称为SONOS的结构 各位看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那也有科学家呢 那也有科学家呢 把最上面的这个 控制炸集呢 改成Titanium Titanium 叫坦 那另外呢 把这个炸集的氧化系呢 用这个氧化铝 那这个还是用氧化系 那这个能用氧化系 那这个能用氧化系 跟Tanus 这两种架构 OK 那原理完全一样 所以所谓的Charge Trap 这个Charge是指电子 这个Trap就是指 我用高电压 把电子呢 穿碎 跑进这个氧化系里面 这个叫Trap 那各位要注意Trap是陷阱 所以有人 这个CTF Charge Trap Flash 要怎么翻译 这个就很有趣 我呢 是把它翻译成 电荷储存式的快散记忆体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指 Charge Trap 就是把电荷储存在这个 浮动炸机里面的意思 那Flash就是快散记忆体 但是呢 这个大陆翻译这个呢 就直接把它翻成呢 什么 这个刚刚我们的文章 特别有提到的这个字 他呢 大陆呢 就把这个字呢 翻译成所谓的 电荷陷阱闪光 各位这个我 很有趣 这个 什么叫电荷陷阱闪光 这个 基本上 Flash翻成闪光就是错的 这跟光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呢 Anyway 大家懂意思就好了 这个应该叫电荷 Trap呢把它翻译成陷阱 其实意思是对的啦 因为它是把电子呢 Trap在这个浮动炸机里 所以你把它叫陷阱也对啦 也对 不过我是觉得叫陷阱 听起来就怪怪的 所以我把它翻成电荷储存式的快散记忆体 好 有这样的基础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各位要注意哦 你们刚刚看到的快散记忆体 是水平结构 那这种结构呢 其实很久就已经没有在用 因为这种结构的快散记忆体哦 它水平排列 太浪费空间 所以呢 现在的Flash呢 都做成垂直的哦 各位想象一下呢 这个元件 如果垂直这样堆个 100多层哦 那这个容量呢 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哦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他说呢 在8月6号宣布 三星宣布 开始 量产 这个250个Gigabyte的这个SATA的固态硬碟SSD 各位SATA是一个界面哦 是一个传送资料的界面 或者汇流牌 就是我们讲的Bus 或者是Interface 那什么叫250个千兆字节呢 这个哦 我真的是不得不说一下哦 我们这个科技产业资讯师哦 这个你要参考大陆的文章哦 来这个写哦 你也把它翻成台湾的用法哦 这个 千兆哦 各位要注意哦 大陆呢 他们把Mega叫做兆啦 所以Giga叫做千兆 但是呢 我们不这么叫啦 各位记得Giga是10亿啦 所以就是10亿 个位元组哦 我们也不叫字节 我们叫位元组哦 所以是250个 10亿位元组哦 应该这个硬碟呢 是一个三位元的VNAM 集成了该公司 第六代哦 100多层的这个 256GB的 Giga Bit 各位注意这边是Bit 它翻成位啦 就是我们讲的位元啦 这个byte呢 我们是翻成这个 呃 位元组啊 它翻成字节哦 各位特别注意 这都是大陆的用法啊 我是觉得应该要把它 换成台湾的用法啊 免得读者会觉得怪怪的 那么这一款SSD呢 它超过100层 是属于第六代的VNAM 快速的数据传输的速率哦 集成了这种讲法也是大陆字哦 这个 该公司呢 称它的这个VNAM 是利用3D记忆体提升哦 突破目前的电池堆叠限制哦 呃 我还是那句话哦 这跟电池没有关系啦 这个文章哦 你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 应该也是要稍微去理解一下 原理在写哦 不要这样乱写啦 那么新产品呢 之前呢是九十几层啊 其实三星之前就是96层的NameFlash 单层的结构呢 增加了大约40%的单元哦 这个呃 目前呢 由136层组成的这个导电模 距叠成实现了这个目标哦 各位这个呃 不太知道他在写什么啦 好吧 总而言之就是136层啊 那么呢 然后由上到下 用一个垂直型的圆柱孔哦 那我要提醒大家 这种Flash哦 它的制作方式哦 会跟刚刚这个图很不一样哦 我们刚刚这个图呢 你看的结构是这样子哦 它制造的时候是先挖这两个 再长这个 然后再一层一层堆上去 可是呢3D的Name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哦 各位看这个图哦 呃 我刚刚一直想要找一个很好的图来说明 不过看起来不太容易啊 总而言之呢各位你想象的时候呢 你要把刚刚这个 把这个Flash转90度哦 是从上往下看 变成从这边看过来 所以你要把它转90度哦 这个很聪明哦 他们直接用这种方法哦 往下这样挖 所以呢 这样一层就是一个Flash 一个bit 一个bit 这样往上堆啊 堆一百多层哦 所以它的这个制造的时候呢 是呃 用 从上往下挖的方式哦 所以呢 它称为从上到下的直穿透源柱形孔洞哦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图哦 就是类似这个图哦 它是挖这种孔洞下去哦 也就是它这个一层一层呢 是水平的方向 可是呢 它在做那个 那个那个传导的时候 是垂直的方向挖这个洞 那这个是 各位看这个图哦 这个是很神奇的哦 可以做到一百层也是不简单啊 形成均匀的3D 电荷陷阱闪光哦 没有啦什么电荷陷阱闪光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的 电荷储存式的这个快闪记忆体单元 就是刚刚的那个 CTF指的就是刚刚 各位看到的这个图就是CTF了 OK 那随着每个单元中呢 的这个堆叠高度增加 这个NameFlash呢 各位要知道堆了一百多层 你从上面呢 送一个电讯号到下面 是不是要经过一百多层 那这个时候一定会产生错误 跟这个读取延迟哦 延迟的意思就是 你从上面送一个电 要送到下面 一定会有delay 所以呢 它采用速度优化的电路设计 这个必须用一些电路设计 去克服这个 读取的延迟啊 那么呢 这种速度优化设计能够呢 做到三百层哦 各位这很恐怖哦 我大概在想象哦 将来的Flash 随便一做哦 都是几百机哦 那么只需要安装三个电流堆 就可以构建哦 不太知道什么是电流堆 然后它这样形容哦 不会影响 晶片的性能 利用高速和低光耗的特性呢 三星计划扩大3D的这个 VerticalName的这个 范围到下一代行动装置跟伺服器 各位知道现在伺服器 其实也用大量的这个 SSD来取代传统硬碟 传统硬碟 传统硬碟有很多缺点啦 那当然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读取头要转动 这个都要时间了 所以它反应其实比较慢 硬碟机容易这个这个 机械故障 还有就是它有噪音这个问题 SSD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从企业的250GB的SSD开始 三星电子呢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呢 提供512GB 的SSD跟EUFS 这个 这个 UFS是另外一种 这个 SSD的介面 就刚刚讲SATA 那他们现在在推这个UFS 那么这个公司计划 从明年开始呢 就来量产这个产品 那么呢 市场研究呢 三星在今年第一季的DRAM的占有率是40% Flash在34% 排名第一 我必须承认三星在记忆体这一块是做得非常成功 台湾的这个记忆体厂商呢 这个跟他们技术上是有蛮大的差距 那么三星在DRAM市场上跟SK Hynix 还有NAM的这个市场跟Toshiba 是保持一定程度的领先 OK 好 那么呢 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的这个新闻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 就讲稍微有深度的新闻 刚刚那一篇呢 新闻呢 我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我待会写个信给科技资讯 这个 这个网站 告诉他们说呢 这个文章 还是要稍微这个 留意一下内容 那么 但是那个文章其实还不错啦 就告诉了我们有关于这个 超过100成的NameFlash呢 就要来量产 那这个是很大的突破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曲播Facetime呢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各位呢 有什么科技新闻 有兴趣 需要我来协助大家导读的 欢迎大家呢 把这个 新闻连结呢 分享在我们的曲播科技教室的 脸书粉丝页上 那么呢 我就会再找时间 来帮大家导读说明 啊 喜欢我们 节目的观众朋友 记得替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